许锦岩 记录裁判员 傅依然 高妮妮 运动员 杨帆 张坤鹏 下面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争夺开机选的选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张坤鹏 获得开机选择 各位观众 您现在观看的是英之故乔世碑 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十赛分战赛 第四阶段 十六进八 TV一号台的比赛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星元 大家好 我是张权勇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屏幕左侧 来自辽宁的杨帆 对着屏幕右侧 来自黑龙江的张坤鹏 比赛 采用29局15胜 16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 将进入到本次比赛的八强 落败的一方将被淘汰 比赛 比赛开始 第一局张坤鹏开球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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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摆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次撑通adaki组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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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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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道 上轻了一点点 本意是能看出来了 低感减速让白球不要走太远 能否破坏成功 不算好 最起码上面红三 或者最后七号这边单独就要为向上打也可以 现在首先是六号可以去传一个代考球 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好消息 我们在这次分战赛的十六强里面有一个女子球员 而且是因为胜面狗 她可能是对于比如说 部分的美方球员还算是比较熟悉 但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 好多人是陌生的 余红来自哈尔滨 曾经在全国性的中世代球比赛当中获得过亚军 一度在当时那个时候 是女子球员里面成绩非常好的一位 打球非常准 我还能练球 就这一号球在左边 裤边 差不多一个手指度 这个宽度 十秒 打往底带射 延实 打十颗进八个 差不多 反正他这个心态不错 打球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很沉稳 很沉稳 尚翁也是赢下了猪龙 猪龙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 小巨人 巨人杀手这种称号也是放在他身上 他经常会赢 比如说随名其道 杨帆 比博是吧 好嘞 碰到他们俩 就打得特别好 谢谢 我不要 你没想到 所以 尽论 谁 生 肖 肖 肖 ocus flood scient 准 感觉他们更自信了 有一个冠军了 一个质量和含电量非常高的冠军了 比赛气质 对于台球的理解 境界 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 整体都上升了 一个冠军头衔 对于职业球员 你从球星到巨星的一个语变 对 真凶啊 前面听咱们两个 这白话 我也给你们证明一下 我练球常态啊 大翻脚也很准 甩手一击 郑坚坤 一把球干压路林 南京北六十三城 中式台球第一人 又来一个 杨帆现在在我们的中式台球 国际几分榜上是临时排名第四位 而战军鹏是排在榜首 有点小危险啊 这盘球明显也是想去带一下 但是带太薄了 有没有运气 杨帆每天生活很规律啊 对 早上起来吃早点 背着球包去练球 一个人来 最近每天早上 大概在这个七点左右啊 都会在这个早餐的餐厅里碰到他 然后呢 看他去穿早点 就背着球包去练球的赛场那边去 就一个人 对 是吧 没有那么多拥躬在后边啊 没有 人家知道自己来着干嘛来的 越是比赛 又要给周围制造一个安静的这个氛围 环境 避免干扰 �� 练球的 练球是 练球的是 练球是 练球是 好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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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点 打左上脚底带背后上去的话 容易露球 这杆球 看看再点一杆中带吗 力量 犯规 没吃过 自由球 两人八甲 感觉除了中间后背那条束线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手摆位 第三局 杨翻射 比分2比1 谢谢 2 3 2 4 3 3 3 4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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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自己 张棍彭胜 比分二比二 谢谢 第五句 张棍彭开球 上一盘 后面几个球也是有如神柱 太准了 当然这个 还是尽量避免啊 突然这种拼球的局面啊 肯定是白球相当不到位了 对 这种情况啊 尽量稳妥一点 提高自己的白球的到位率 这个张棍彭也是 两裤都可以啊 张棍彭也是非常年轻啊 所以说经常会有一些表情搞怪啊 性格就是阳光大男孩那种 对 来得快去得快 这个我们是同期在直播 那是后期的时候 你让一些终于节目就肯定是披上一个 比如说大猩猩的那个 我绝嘴刚才是吧 是 特别搞笑的 再从下面绕一下啊 看看白球 还可以 继续看角度才9号 一旧上上的话 再来 对 再来 还可以用低杆啊 往后再退一些 低杆往回退一点点 来回去打 事宜抵袋啊 黑拔中袋 行为流水 第五局 张棍彭胜 比分3比2 开球青台 谢谢 第六局 杨芳开球 第六局 来回来 这边啊 这边啊 马上变通 大力炸球 而且 我觉得细心的观众可以看一下 他放的那个位置 是不是跟曾经的比赛 有些相似 类似于现在7号就是这个位置啊 再往左 大概有 七八公分的一个位置 学向大力炸 今天上午 郑宇伯就放在这里炸了 这些球员肯定对这些位置 都会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那么我放在中央炸 还是放在侧方向的大力炸 他们是很敏感的 一发现不行 马上就变同 不能太固守这种成规 好了 我放在这个位置 一直炸不进去 就放在这里炸 对手不一直接轻你 是吧 这个炸球员力量非常大 非常大 看上方 我可以打上方 这种组合是否是自然角 如果不是后面呢 或者这个轻轻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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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比较直的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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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专注黑霸赢家选择 第七局 张棍棚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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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棚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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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张棚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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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张棚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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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酒 张棚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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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张棚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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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都没有确立 十秒 严实 这个是焦位还是直接可以 1号球 太正了 调了一下 到这个份上 选手们都看着大胆的想法 其实这个大胆的想法 也会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你往这个 级别比较高的球员身上去看的时候 包括练琴和对抗 他们往往会有一些 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而且 还有一点 执行力特别强 他们数据库里的线路 以赛的经验 而且跟高水平球员对抗的经验很丰富 储备的量足够的多 914期的还是两三年前 这个杨帆那个时候在别的平台做直播 这个 给赵如亮讲球的时候有一个球 这时候怎么走 知道吗 不知道 打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西裤 就是利用白球跟库边的西裤的一点效果 从左上方跑到左下方 杨帆说这个是比赛当中别人打过一个 是谁我忘了 看他记下 没错 吸取一些非常有效的演讲 提高自己 想提高的话 你必须得跟水平更高的球员在一起对抗 跟下棋一样嘛 你老跟臭齐搂的下 不是越下越臭吗 职业的容易下成业余的 对啊 真是啊 中国足球 好 十秒 延时 7号球 这些梯容易摆成库边 扫一下 扫库边 有向下角度 可以交到缝隙里面直接打 稍稍带一点点重机感 能太多了 正经登过这开球线 看准不准了 这球打了个减速 打薄了一点点 来就放这个位置 从防守角度来看的话 倒是不错 张光鹏是不好出干 看准备起来 中带 中带怎么样 再看看中带过了 那就展现前面这个超强的实力吧 常态准度 先来一个 这个球它是有想法的 这个球确实凶 真是凶 再来一包 两裤看能否去勾一下 太厚了 太厚了 你 带脚 对脚没问题 对脚球 这是西局 杨潘胜 比分8比9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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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控制好力量 往前蹬 韩国iciès 成 going 刺激 8号 подоб 3号 4号 最近只中启午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是天津的何宝英 我54岁了 我从事台球已经34年了 这个扫码系统我们安装以后 我感觉比我原来的计费系统 首先从人工上确实节省 我现在能省大概两个人 第二个对客人非常方便 客人能够到这来选他自己喜欢的位置 或者是球台 或者是人比较清静 客人比较少的地方 打台球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扫码结账 扫码关灯 比较新潮 扫码点餐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方便 因为银台可以不设人 服务员既在银台 还可以在外边给客人摆球 可以去送餐 他都可以做一些专门的服务 当然在推广的开始 肯定遇到一些很多客人会不习惯 尤其有一些岁数大一点的 我们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专门去帮助客人 慢慢客人就自然而然就习惯了 扫码开台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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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画繁为简的一个构思 那么我可以先把难度处理了 之后慢慢地越打越容易 像上瘾的一个动作 比赛继续 第十九局 张姑蒙开球 下面给出了开球青台的数据 二比六 两番两次 张姑蒙是六次 比分没有体现特别多 领先两分 我这边记着张姑蒙是有四次 在残局阶段上手 局面并不算特别难的情况下 主动失误 对 尽量地让白桥往右边多走一些 较近点 准度 还要发力 带一点点的中低杆 这种球你右踩高杆走两空 难度是要比较大的 低杆发力只要准度够 爽量地转动 根本的大发力 有语目 除了 不语目 在台湾上 你们儿白桥带走两分 咱们 把调味道 有语目 马上 小兰 一这个 一面 一切 一面 两分 断 我 有 第十九局张公谋盛 比分十一比八 开球青台 中文字幕提供 第二十局杨帆开球 第十一局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一直很多球迷朋友们也在问我 或者问周围的教练球员们 杨帆还能不能够重回巅峰 贾尔大这个问题怎么看 想重回巅峰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 就很客观地说 想重回巅峰 是不是要看你们其他的人和你的对手 是什么样子 说得更直白一点 他们是允许还是不允许 这比赛是两个人打 对 我们说杨帆巅峰是这样说的 首先是那段时间 榨球榨比较好 然后人能力肯定是在 这不可否认的 近些年杨帆在四球过线的冲锥上 有好但不是特别稳定 是的 还有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的对手是很乖 现在目前你看像张冠鹏 郑宇伯 杨绍杰 甚至于说玉海涛等等 他们可以通过技术型冲球 大约型冲球都保持比较高的进球率 那你怎么赢啊 你的对手也不是蔡华对不对 也不是不会打球 大家都在进步啊 如果说出现了大家都很好的时候 那我们不就能看到一个比较精彩的比赛了吗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正常的 就像今天上午的比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 那你们眼中的这个神 其实他不是神 他就是普通的人 只是他做了一个比普通人好像更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成为了你们眼中的神 就这么个道理 那今天上午 从第一盘开始 杨绍杰绍跟郑宇波就互相在缠绕 对吧 那你对于有些情况就不愿意看了 有些 但这就是正常比赛 而且里边今天正常 杨绍杰绍跟郑宇波都有食物 而且食物还不是一干 这也是正常的表现 所以说大家在你认为最好的时候 他可能在对某一个队员 或者某两个对手的时候 就不会很好 杨帆能不能再回天空 我觉得他现在的整体的 就是他整体 包括球员的自律性 球员的素质 然后加上一个作息时间 包括自己的一个身体素质训练 包括一些想法都很成熟 只是你也好 但你的周围的人也都好 但榨情绿现在体现特别明显 6比2 直接能够表现出来这个问题 好 下面一句杨帆盛 比分9比11开球星台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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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走 大家这次对环境看来也是很满意 是 前提 我们先说前提 但这个确实是现实 只要你给我房间住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别的原因 然后这个球刚才一传也是没有传好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的环境刚好是在这边一个类似于度假的一个田园村 对 庄园 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可能球员或者有些人是不理解的 因为这个住宅的酒店是要接待一些旅游团的 是这么个情况 大家可能有些人赶上过来之后 临时没有可能接 还有一些社会团体 人家已经早就定了 对 我看有不少来这块做团建 有些什么走的绳索 攀岩等等这些 对吧 来 排球 还行这条线 算是没有什么大影响 到这个整体的一个球形 響鐘 扯览 这些球 左边的 都还算简单 关键就是11号 要不要尽力 这个位置确实是 有点小尴尬 得揍几个细位 从思路判断来看 是4号球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球 现在首先是没有一个向上角度 去较劲 有13的位置呢 有向上的角度可以较劲 比较直的一杆球 勉强打进 再来拼 14可以先借一下 看角度 这角度向前推 尽量推过6号吧 11还能再打 正因为到够了 8 gagn others 5费 3跟5费 7费 3费 10费 11费 11费 10费 10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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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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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 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 終わります 也会有变成的 这个冲球拿捏这个力度啊 真是 刚刚好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除了波茨冲之外呢 又来一个昆蓬冲呢 对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广大的球友 给一些球手的个人特点上去冠名 还是很有意思 而且确实有特点 某一位球员对这种打法 确实他就是优势 别人拿过来用呢 也能用 但是明显的这个进球率就要比他低很多 终带带走 当然了 这种技术的掌握 也只局限于那么一两个人 你是到达这个级别了 才能有这样的表现 咱们这回的比赛 在前面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对 所以说到这儿 还是那个看法 打得好的人 在什么球台 什么规则下 都能打得好 首先打得好 是因为他个人能力比较强 能力不够 给这个局面 看似简单 您也未必能打光 能打光 您也未必能够持续打光 看他问题不能一点盖面 够非够啊 感觉黑拔挡住了一点点 十秒 延时 延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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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情其实是丰阶铸铛解铸铛的 praying 切碎 按善心 还有几肩的 对 这边固下来 效果不明显 最好效果是横着下来出赛 斜向的 看准度 关键球 关键准度 看准度 出问 计划 李星雅盛 中文字幕提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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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1号球打掉 闪出2号球的左边带口的位置 把这火线上去 走得有些过头啊 感谢观看 请尽量把七号球做直 然后下来八号球的左边底带 打七 为什么不顺着打呢 这球杨帆可以先打二做七 最后七号球下来 这样还得靠干法控制位置 强灯 拿三个 投在桥是没投过来了 这个球我吃保留一点张志老 他的能力可以做到七号球 就顺推右下方 反向8号地带 过去当时是没有说想 特别周全吧 或者那个角度 不让咱们看得这么 这么简单啊 这球给一个自由 方规 下方可以打一个 比如10 可以先打掉 留12也行 甚至于说 这个球啊 上方最后留个9向下 或者11向下都可以 你上来摆10跟12打了都可以 就是你从上往下打 跟现在下方打两个上去 再留个中带都可以 关键你这个10跟12号 是牢牢地在控制住 黑巴的一个进去的线路 而且张东鹏也是到了赛 自由球 再打进 往前推 继续啊 就往下走 看11号球的角度 往前推不合适就低 如果高杆可以蹬的话就高杆 弹困卸裂 是否较直了 有一定一点点角度 那就往下走好了 登过来可以打同一个底探 笔直就往前走 这个球是可以 往前直接推的 这个球的话 你要想登过来 需要发的也是同样 比较大的力量 再推 10号 10号就是黑巴了 这一盘最后两颗球的选球次序 杨帆这边出现了失误 拱手把胜利交给了对手 本场比赛也是张冯棚 握手了 恭喜张冯棚 给我们比赛的发展 好 那么今天TV台的所有比赛都结束了 感谢张志导的一天的点评 感谢阿苏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 明天上午8点半 我们再见 明天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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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